陳明東事實上 他本來見指的 其實是韓國瑜 說實在話 不過因為他這個講出來以後 讓很多民眾 基層的民眾 就求三餐溫飽的民眾 同時也受傷了 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言 我就講 你看台語有一句話 有名詞叫做探甲郎 我們都知道 探甲 探甲 很多台灣的民眾 基層的勞工 只求三餐溫飽是很辛苦的 你去工作 賺錢 只是為了讓自己三餐探家而已 結果這些人竟然無辜被受害了 被陳明東形容為什麼 禽獸豬狗 坦白講這些人難道不受傷嗎 當然我說真的 陳明東他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事實上就是要怎麼樣 老掉 就是八道比比也要挺阿比 現在是八道比比也要挺小英 是不是 就是說你這個什麼 求溫飽 不行 怎麼樣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要求台獨 要求意識形態 所以說告訴民眾說 這個才是對的 韓國瑜去拚經濟是不對的 因為你拚了經濟以後 還沒有我們要民進黨要的台獨 所以還是意識形態的考量 你看他說這個話 說意外也意外 說不會意外也不會意外 為什麼 大家記得嗎 剛剛講到黃崇燕 黃崇燕他不僅罵過 韓國瑜土包子 他還罵過 修理蔡英文人說什麼 說他是畜生 黃崇燕他不僅罵過 韓國瑜土包子 他還罵過修理蔡英文人說什麼 說他是畜生 你看如果總統府發言人 可以罵畜生 陸委會主委罵禽獸 大概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民進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像這種話竟然都可以講出來 我必須說 民進黨現在是最團結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看過 民進黨這麼團結 上從總統下到行政院長 到賴清德 到陸委會主委等等 通通都團結在韓國瑜之下 通通都要修理韓國瑜 這是見鬼了 他們一致 口徑一致 沒有人不修理韓國瑜的 為什麼 我覺得這一次為什麼 陳明通要講出這麼重的話 就韓國瑜戳到民進黨的痛處 因為韓國瑜會拚經濟 他會讓大家發大財 過好日子 會搶訂單 結果陳明通只會在背後搞罰單 把這個什麼 把甚至想要透過修理韓國瑜 當作自己的止痛單 所以這一種陸委會主委 我說真的 要自己知所進退 剛才講 就是說他們對於基層民眾 甚至對於勞工的不尊敬 剛剛蔣偉雲講了好幾個 這個讓我想起 還有一個更嚴重了 大家還記得 民進黨的立委吳秉睿 當時在修法一粒一修的時候 很多基層的勞工覺得說 修法對他們很不利 出來反彈 他竟然說什麼 他說什麼 不同意這項政策者 可以不要支持民進黨 我拿這句話也送給陳明通 幫大家呼籲一下 如果你不同意 這些基層求溫飽的民眾 假設你不同意 陳明通這種說法 請大家不要投給民進黨 來作為制裁這種失言 不夠格當主委的人 最後還是一樣要呼籲 陳明通自己之所進退 雖然我知道他絕對不會退 為什麼 因為很清楚 你之前剛剛秀穎姐 講到那個黃崇燕 黃崇燕連罵畜生都沒事的 他罵禽獸怎麼會有事 而且最主要是 他們只是幫自己罵而已嗎 不是 他們是在罵給誰聽 也是罵給蔡英文聽 宣誓效忠 蔡英文不敢講的 我來幫你們出頭 我最後說 韓國瑜還沒有宣布參選總統 現在已經被罵畜生了 4月而已 現在已經被罵禽獸 不是禽獸 禽獸豬狗 如果一旦韓國瑜 真的要代表國瑜參選總統 未來更惡毒 更下流的語言 搞不好通通出爐了 大家等著看 民進黨現在很團結 都團結在反韓國瑜的陣營裡頭 可是事先不是 事先常常對韓國瑜嗎 我很久沒有罵韓國瑜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在 我台北市議員的瞎管之下 所以我也提醒他 桃園市議員也可以監督他 但是我主要的職責 還是監督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過我也提醒韓國瑜 過去馬英九確實 他是一路被我從市長罵到當總統 後來我罵不到他了 他就一直退步 所以韓國瑜現在要小心 我認為我是肯定陳明通 他對要捍衛我們台灣的 國家主權尊嚴 這我是肯定他 但是我反對 而且我強烈譴責 他昨天這樣子這種用詞 譴視跟比喻的嚴重錯誤 那是很可惡的事情 我強烈譴責他這樣 但是他今天也已經出來道歉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聽陳明通那樣一講以後 我就想到 他這個跟馬英九有異曲同工 馬英九當時對原住民說 我把你們當仁看 你說你把陳明通比陳馬英九 對 我說他的那個講法 凸顯一個心態 這個心態跟馬英九是一樣 馬英九對蔡明說 我不是來了嗎 現在已經有很多心意 我的意思說 你看這個是什麼 馬英九所謂的說 我把你們當仁看 我不是來了嗎 這一些不管是對原住民 或對蔡明講的 我覺得這些話 凸顯出他們的心態 這個心態叫做 把瓶獸講出口 優越 傲慢 傲慢優越的心態 這個很糟糕 因為陳明通他長期以來 他可能是中國問題的專家 他是相關的學者 我覺得學者來參政 最傷腦筋的就是 他的那個底蘊 底蘊跟民間 跟民氣是脫節的 他不是第一次參政 我認為他們這種傲慢優越 幾乎跟馬英九是如出一側 不過我認為這樣 這也是我要跟韓國瑜呼籲的 就是說陳明通錯誤如實 但是錯了就是錯了 他今天出來盜竊認錯 所以韓國瑜在那一萬包的茶葉 沒賣出去之後 韓國瑜第一時間的解釋說 那是農藥殘留 這樣子的講法 嚴重傷害到茶農們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 錯了就是錯了 錯了就出來認錯盜竊 我們茶葉會等下再另外談 我們先談這句子 我是舉這個意思 但是陳明通 陳明通那個嚴重的錯誤的比喻 不但可惡 而且因為這種錯誤的一些講法 現在被你們這樣拿出來修理 見縫插針灌水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說他錯了 還說我們見縫插針 我覺得陳明通 陳明通是活該 他是活該 我是幫你們多罵幾個字 活該 所以你覺得他還適合 坐在現在的位置上嗎 不是 看一個人 適不適合這個位置 其實要多角度來看 那也不是說他一時的失言 比方說他在陸委會的 他種種的一些 他也有他做最好的地方 現在兩岸都不通 陸委會主委最重要的職務 就是要讓兩岸可以通 他到上任到目前 沒有一件正經 這三年來多少次軍艦 軍機繞台 那樣子的氛圍之下 是中國挑起這一些爭端的 所以那樣的情況下 我們兩岸之間現在 關係不是那麼 氣氛不是那麼和諧 這也是合無情理的 這不能怪陸委會主委 如果陳明通一天 在陸委會主委的位置上面 很多民眾就會想到 他在拚經濟的同時 被他罵了豬狗禽獸不如 這樣對你們民進黨的選舉 會有傷害嗎 秀琳 我們民進黨該承受的傷害 有這樣的隊友 所說錯話什麼 我們自然也要承受一些傷害 就像我講的 國民黨的領導人馬英九 過去都講出同樣 那樣子異曲同工的話語 你們也必須承受 可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民眾除非今天在場藍臨的 在各種場合一再的提起 要不然陳明通他都道歉了 倒是韓國瑜 還沒有針對農藥殘留 這傷害到茶農的部分 你不要急著要跳下一趴的意思 我認為來到韓國瑜 他們這些政治領導的境界 我認為道歉 這種認錯道歉是一個必備的勇氣 不過陳明通道歉 他說他只針對韓國瑜一個人道歉 你覺得他講的 只傷害到韓國瑜一個人嗎 不 因為韓國瑜是神 先對神明 恭敬 先講一些這些 對神都道歉了 他對人他更是 他其實陳明通沒有什麼 他道歉就是道歉 我至少他勇敢的道歉 但我覺得他講那些 真的是很錯誤的比擬 他應該像我的講法一樣 就是說跟中國的往來這些訂單 確實有利益 沒有錯 但是我們人活著 不能只是追求利益 我們要追求另外 我們也要 除了利益之外 我們還要追求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自由民主是我們追求的價值 價值高於利益 這個說法我認為比較正確 你去接陸委會主委 這個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去一天到晚 跟中共那邊吵架不好 更糟 今天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韓國瑜帶了這個訂單回來 我們就失去了自由民主嗎 沒有 可是他會 但是我們價值還是繼續存在的 不是 他帶這些訂單來 像我 我肯定他 韓粉們是歌頌他 我肯定他 只是我是說這個要注意 你像最近巴勒 待會要討論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不要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這個是我提醒他 第二個 我們不得不防範說 中共那八個字 以傷逼政 以民逼關 我只是提醒他 我只是提醒他 喂 是剛剛想請問我們的世界議員 所以你認為我們的陳明通 是禽獸隊友嗎 我不這麼認為 他一次的嚴重失言 沒有 不至於到那樣 他罵了別人禽獸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斯文人 我們不用這樣子 這兩個字罵他 我們不能這樣 我曉得陳明通他不講 他說他有注意到對不對 你要問他問題 我不知道他有注意到什麼東西 我知道他注意到了 他狠狠的給了蔡英文一個耳光 在2012年 蔡英文當黨主席的時候 講過什麼話 講過人民要的是安定 很簡單 只要工作穩定 三餐溫飽就好 這蔡英文自己講過的話 很明顯的 陳明通這種 大家認為要追求溫飽 是豬狗不如的行為的時候 他真的把蔡英文的臉都丟光了 我想真的 大家很可憐 對於我們一般的地方 剛委員也講了 台灣有超過100萬以上的 是屬於弱勢團體 每一天他們都為生活 努力打拚 議員一定也接過很多電話 我們接很多那種 待正功的電話 他只希望能夠有個 幾個小時的功能夠為他加力 為他孩子能夠求一頓溫飽 我們這個電話接得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們的主委 卻無法感同聲受 他認為他高高在上 人家都是足夠不如 當然大家不像他運氣這麼好 可以拜佛祖就好 他一個月薪水19萬 有駕駛 而且還不含所謂的特質費 還不含所謂的加班費 不含所謂的我們的年終獎金 薪水過得非常好 可是一般的人真的是如此嗎 我覺得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民黨的官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跟地方上有落差 無法理解 包括剛剛還一直扯到 我們的馬總統 到底幹他什麼事 他都已經這麼多人 他在家裡跑個步 還耳朵養這個奇怪 傲慢優越的心態 沒有傲慢也沒有優越 只是說當然有一些話的時候 也許大家會覺得馬總講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黨真的是發揚光大 青出於藍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我真想講的 陳明通主委講的這段話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理論來形容 叫紅布條理論 大家知不知道 在上海以前會掛個布條 嚴禁 隨地 便利 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很多人到處亂小便 這不好 陳明通主委講了什麼 他說為了生活吃得飽就好 跟豬狗禽獸有什麼差別 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的經濟真的很差 他才講這種話來反諷 可是他有沒有真的方法 有沒有真的一些做法 能夠讓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好 我覺得沒有 他們更惡劣的是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 他講這些話會有反彈 可是他希望把主權意識 台灣意識跟我們的民生經濟 重新的再放到天平上的兩端 讓人民靠邊站來選擇 把統獨的議題意識形態 重新的拉回這回的總統大選 他們的眼中只有政治 他們眼中沒有經濟 沒有人民 這是我覺得最可悲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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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